這可是是沒有人的意思 對不起是我剛剛弄掉了 沒有沒有沒有 他把你壞掉 好 那就是剛剛看大家前面這麼多分享 然後還有過小中大的講師 就是講很多人生道理 那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講出那麼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是乾脆今天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那希望可以大家有些藉著 那不知道這裡面有多少人有想過要創業 或是為了計劃要創業 好 蠻多人 啊有已經正在進行中了 OK 所以有在做的也有想要做的 那希望我這邊可以有些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我先做了一點自介 那就是這四個數字 第一我現在創的租客就是一個租品 那從頭到尾都是我一個人去做 然後裡面團隊全部我去找 沒有一開始沒有所謂的朋友跟我一起做 或是曾經有朋友過來離開了 可是真的創到公司以後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其實這點想跟他講說 你不一定要找到夥伴 你也可以自己做 如果你就自己有心情能 那再來就是我除非兩年了 那就是我現在剛畢業 大學時期我就已經在想辦法說我要創業 那回到剛剛文藝同學講的 沒錯吧 對沒錯 所以說實習這件事情 他有提到說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實習 那簡單來講 我的原因很簡單就是 我不想要實習 我也不想跟大家一樣 那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沒有很複雜的想法 那我就出來創業 我會準以後要創業 那我們該做些什麼樣的準備 那再來就是我 這是我目前的團隊人數 然後每一個都說我親自 也有去找來去拉來 像是我是讀氣感系商學院 你知道找工程師有多麼困難嗎 工程師應該是這世界上目前最夯的行業 所以真的是超級難 然後各種人員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下一個月 就是下一個月會進到 AppWork蜘蛛創投的家族企業 就是我們目前一個小小的成功 小小的 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講說就是 我們先不要談創業 我想先跟大家提一方一個生活上的想法 如果自己曾經有創業想法 或者以後或許會想要創業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從一個簡單的生活做起 就是做思考的意思 正常來說 我指的創業 比如說你開飲料店 開一個雜貨店等等 我指的創業說 你是你真的想要改變生活上的問題 那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一個就是 就發現你的問題 從你最簡單來說就是 下一餐你要吃什麼 這算是一個問題 第二 你要想到怎麼解決 那下一餐來 下餐你要吃什麼 你要想到說 我們第一位置進 便宜的等等 那就是你要想辦法 怎麼去解決現在這個問題 然後最後就是去改變 去做改善 說我要怎麼樣去加速這個解決邏輯 那現在最簡單的見法就是 很多 找食物的一定 能力大的 就是他們的改善做法 沒有什麼更好做法 只是舉個例子 所以這算是我認為 創業的一個思考的問題 那就是回到我自己本身上面 我的問題是發現說 外理學生在台灣找到什麼 不知道大家 這裡有很多台政 或是 就是我相信幾乎每個學校 目前都外理學生 那 目前就我的觀察 已經台大、政大和私大 是目前外理學生最多的學校 那每一年 教育部統計處理有資料說 每年都有一個穩定數字在增加 所以越來越多的趨勢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去交換 去國外 你有找到房子了 嗯 宿舍 宿舍 很多人去那邊可能沒有宿舍 沒有宿舍怎麼辦 你一定要自己想辦法找房子 那 唯一回去他去上海 中文通 沒有問題 如果你想去歐洲 一個完全聽不懂的語言 你要怎麼辦 那外理學生簡單講 在台灣、亞洲 可能人生一輩子 只有來過這麼一次亞洲 他要怎麼找房子 那就是我發現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 二房東二房 現場有多少人外宿 那有覺得房東很糟的人 就是什麼 那有聽過自己的同學 或認識的人 房東很糟的人 然後這個就蠻多了 都不是自己的經驗 別人經驗比較糟糕 那簡單講的是說 大部分遇到房東的問題 其實很簡單就是 收山不處理 或是亂控制壓制 等等這種 或是可能亂敲營 隨時房間房子 這種比較常見的問題 那可是 目前市場上 沒有一個機制 可以去阻止這個問題 那我希望可以 想辦法去 阻止這個問題的發生 那最後問題 就是 資訊人比例 無法做到傳承 另外想要看 現在最常的聽證就是 591 591上面 它沒有所謂的評價 那為什麼我想要這個 其實就很重要 就是Airbnb Airbnb有做這個東西 那我想說 為什麼不能做到正常的出路上 Airbnb是跨國流 在地主機 那正常的出路 為什麼不能做起 但裡面有很多弄耗 可是我想去嘗試說 想要把這個東西 去做出來 那可以 讓很多人更加受益 所以我想到解決方法 就是 從平台評論全景 和預約就是 地址到信服上 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因為 我剛剛提到 Airbnb 591 租屋這種東西 不可能一個人 擁有全部的房子 一定是有一家會房東 還會房客 所以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從平台開始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平台的好處 就是 它可以從根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平台可以扣除到最多人 另外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延展 像591 他們做很多角化 家具 什麼有什麼沒的 那我想的不是這種方式的延展 我想的是說 這個平台它可以影響到 是更多人 那或許可以去影響 你的生活時段 等等 所以有平台會比較好做 可是平台它太大 平台是個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式 就是很多人做啊 五有一次剩下最大的租屋平台 你們有經過任何其他租屋平台 沒有 可是世界城上一大堆 就是 真的很大 所以會最難做 所以我們希望是從小處開始慢慢做 我們不是說一大堆就是 找所有的租屋房子的全部 對 我們先從學生 或甚至從更小的事情 外的學生開始 慢慢一個做 去累積 所以我們想從平台開始做 那 其實就直接講到剛說二行東 或者資訊 就是我們想做評論 那評論其實就是簡單的 就是分享自己的經驗 雖然是個分享社會嘛 分享Uber 什麼 分享經濟 那我們這個平台 就是很正常出的平台 沒有那麼厲害到分享經濟 可是如果你能分享你的經驗 去幫助到別人 那同時他們的經驗 可以幫助到你下次租屋的體驗的話 那是不是這種東西 可以更加的重新下去 所以就一直到累積的問題 那就是一天兩天 就是一年兩年這個房子 如果有那麼多經驗人的累積 會不會幫助你做決定 那最後 這個決定其實可以做到的 最終的地方就是揚善法律 簡單來講就是說 好的房東 會因為你的這些評論 被大家知道 那或許 因為他是一個人那麼好的房東 他可以賺到更多錢 等等 這是一個比較現實面的講法 然後 壞的房東 他就是大家都說他很糟 那是沒有要租他 那他會不會以後 就是不敢去做這麼多壞事 怎麼講就是這樣 大家有全景 請大家拿出手機 然後看QR Code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叫全景 有沒有看過全景 我不知道什麼是全景 對 360度 那有人知道什麼叫虛擬實境 對 VR 這個最近很燙嗎 然後 我們希望就是以後 我們的照片 照片的照片 全部都是用VR去呈現 大家可以用 現在我們還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他用VR 可是現在可以用手機的訊息 平均後按No 不要按Yes Yes 會跳到App 你也可以上頁 上頁那個圈 然後你可以 照進去後 你可以左轉 右轉 上轉 下轉 沒有手機的人 可以看向右邊 左邊的體驗一下 這是用360度拍出來的 對 你是買那一顆嗎 那不是木製還沒完成嗎 那是LUNA 我買是國外的 日本的 喔 那個兩邊的那一邊 對 最近台灣有一個新的要出來了 不是LUNA 不是台灣 另外一個 我下次跟你說 有點忘記它名字 可是大家可以體驗一下 比如說 我們會認為說這個是未來的方向 租屋平台 租屋平台 租屋平台其實最重要的是 那個地方長什麼樣子 那 你現在看到黃東提供照片 就是 可能他們找個最厲害的角度 擺上心話等等 看起來很厲害 到現在已經很爛 浪費時間 差 那我們就對了 就這樣 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全景 其實全景的好處就是 可以直接幫你去做全方位的 看到說 這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也沒有什麼任何角度 因為它就是360度 所以你不會有特別的厲害 你不會特別的很糟 你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那就是你要自己去決定 所以基本上 全景講完的話 就會提到 預約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有評論的全景 評論你知道 可能你當下 以後 你住在裡面 會有什麼感覺 全景你知道 後那個房子 實際長什麼樣子 那你甚至只需要 去確認說 它是不是真的長這個樣子 就可以了 那你就能夠做到 為了人家 現在去出決定 人家講說 現在大家都學生嘛 如果你下一區 要租外宿 那大部分 如果有在宿舍的人 都知道 宿舍大概是五個月抽的 可是下一區開始 可能是九月開始 如果你要 九月要外宿 你現在找 你決定找得到嗎 有四個月 四個月 房東不可能讓你空 三個月在那邊 讓他會清 所以說 可是如果我們這個平台 可以讓你 跟你講說 這個房間 或是你喜歡的一些房間 九個月就會空房 你有沒有辦法 透過平面 透過全程 就直接下去預訂 這是我們希望能做到的 那這個同時 也會影響到外宿舍 因為外宿舍 他們可能 其實很少 就是如果你有出過交換的話 很少就知道 你要出去交換 可是你真的死一到那邊 可能是 不知道多久以後的事情 所以你找房子的話 提前找很難 幾乎都不可能找到 你在房間附近找 然後繼續很緊張 怕自己找不到 入宿街頭 所以 預約其中期 其實也是幫助外宿舍 去找找外宿 那當然還有其他小功能 就是外宿舍 入宿 然後是在台灣 591等等 他們沒有一個雙語系統 雙語系統 其實比較簡單 就是加上一個是英文的 那最後 下一個 欸 沒有被騙 就是找宿舍 那我們希望 透過找宿舍其實 概念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想要租一個 一個房間 客廳的地方 可是你一個人負擔不起 那我們平台中一個功能 就是讓你轉上去 真是一個 那這只是一個小功能 可是我們希望能透過這個 做到其實 也沒有可憐 其實就是 族群融合這件事情 像是最近新聞 講到說 英國人 文權人 就是用了台灣人 要把 就是希望 輸出台灣獨立 那如果我們 能透過 像是更多 讓更多台灣人 更多外學生 一起住的話 甚至有辦法 讓更多不同世界的人 知道說台灣是更棒的 把他們想要獨立 我們一起去支持這件事情 那這是以台灣的角度 那當然 如果能做到未來的話 但是希望有世界地球 一家人 比較長遠的夢 對 那其實 我 為什麼叫租客 因為租客 其實我們希望把我們的所有 使用我們的人 都成立 變成一個我們社群的概念 因為社群 其實現在大家都會講說 一定要創造社群 很多一代社團 一代社群 因為社群其實就是力量 你有力量 你有材質 才會辦法去改變現實 就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的現象 那像我們的平台 我們實際上是 有學生的力量 這些評論的力量 去改變房客 對 房東的那些惡神 然後 惡神的狀態 那其實 這些力量 同時也可以 塑取 可以改變地球 很多不同的現象 那其實 第一個就是 我想要做的改變 就是 剛剛講完問題 講完解 就是我想要做這個改變 第一個就是 資訊不對的 房客和房東之間 房東可能不知道 現在我 大家都是房客 所以我剛是以房客角度在講 可是以房東角度的話 就是 可能 你會不會倒到他的房子 你會 在牆上波棋 你會不會亂搞 那他會很怕 所以說 房東也會想知道說 這個房客也很好 所以就希望是 兩邊互相對點 資訊的攻擊 那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 世界地球順利 快樂 不需要分國家 可是最後 希望能做到的是 改變生活 這個其實 真正是一個比較大的夢想 因為 我們剛說社群的概念 社群概念 也升到後來 因為 看看現在 今天那麼冷 人化紀錄 為什麼這麼冷 就是因為地球冷化 為什麼地球冷化 就是大家 那些 烏改有了沒的 搞了地球的關係 那如果 可是為什麼這些污染會產生 其實我記得 世界有統計 最大的不是什麼工業污染 最大是 人們 一般生活上 所有人 累積出來的這種污染 那如果 我可以透過租客這個社群 大家都變成我們的使用者 然後 都要認同你在做什麼事情 那 因為這是生活 租屋是一個生活的影響 我可以去改變 每個人的生活習慣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 為地球 更多的貢獻 這樣 像是 電影器啊 等等 那 講完我剛剛那些 那些只是經驗 就是 講完我剛剛做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目前 如果有創業 或是創業夢想 就是 講一下創業在日常 在做什麼 其實就是很簡單 每天都要被打直 然後每天都要想辦法激勵自己 就是 以我剩下的專長的時候 才剛開始 也沒有什麼收入 才在努力的 或者你自己的業務 那 應該說 創業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業務 然後 業務就是經常會被拒絕 會被打直 所以 這就是幾乎是我一整天的 然後也不一定在上面 我覺得非常實在鼓底 每天都在鼓底 這樣 可是 你就會發現說 你生活中 做了每一件事情 都是為了創業的實戰 就是幾乎你睡覺 就是在想 情況就是在想 所以 屬於直段的時候 你也在想 然後就是拿你的手機出來 其實 你光看FB 你如果 他就是按著贊 全部都是一堆 科技專門 一堆創業專門 幾乎不會有什麼奇怪的關係 然後每天看 就真的幾乎很重要 就會開這種感覺 那 跟大家分享一個 最近 遇到比較實惡的經驗 就是說 創業有時候 如果別人 遇到 覺得你的笑話不錯 可能會想要跟你合作 有人想要 來 跟你競爭 以我下的狀況就是 我有遇到一個 最近的競爭 不算競爭對手 他就說 他也有一些想法 然後對方比較老 也就是 有一點錢 然後是個 有點社會歷練的人 然後他就說 就是 他想要 跟我入 就是他想要 佔我決策權 那我這個已經做這麼久了 沒有說很久了 就是我想要 做我這麼多東西的事 我一定不想要跟他 可是 他就直接跟我說 那如果不跟他 那就是我就是來競爭 所以遇到這種狀況 其實 你就是要對自己保持有信心 你要覺得說 你記得的東西是對的 就是 就是不對 你也要 對自己很有樂觀 是覺得說 不要害怕競爭 人家也是 不要害怕競爭 因為當下真的會 被威脅 會很害怕 我才剛畢業 人家已經是三十好子 有一些社會歷練 而且他是律師 他講話氣場很強 然後 跟他談判的時候 就是感覺被人拉著打 你知道嗎 可是 後來回憶場想說 不對 就是我不能被他七十千日子 我必須要堅持我自己的想法 對 對 就是一個感受 那 又是賈博斯 後來他找自己碼多 對 不好意思 對 那就是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I will want to do 只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其實你夢想 夢想大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想到要去實現 那很多人會說就是 應該說老一點的人 有一點點見 我會說就是 可能很多夢想是幾乎都很改善 就是 人還是要現實 要生活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很年輕 以我自己的角度來講說 我才剛畢業 我還有精力去揮霍 所以我就會想去嘗試做 可以更加改變生活世界 那 小廣告一下 如果有壞事的人 可以參訪的網站 或者我再也很缺人 如果我進去的話 就考慮 我沒有 還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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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